那听到刚才那几声熟悉又令人舒适的关门的声音 那您一定猜到了今天试驾的车型 没错就是我身边的这台北京BJ80 这台车绝对算得上是北京越野的家族图层 那大家现在看到它更多出现的场合 一个是公共用车军用车 另外一个就是在很多重大的国家庆典时 这台车也成为了阅兵用的车型 那这台车也是传承了多年北京越野经典的 这种硬派的车型的造型 整个方正的样子也是给人了很高的这种辨识度 咱们先来看前脸 它整个前部采用了北京越野家族经典这种五孔的U型隔山 同时下部也加入这种镀鸽的饰板 它整个的灯组是融合在一起的 但是又是分裂布局的 其实我更喜欢和它相近的另外一款车型上 它把它灯放在这个位置 那样我觉得整个的视觉效果会更好一点 OK来到车侧 大家能看到它整个侧面的造型 也是非常经典的这种方盒子的越野车的造型 那也是非常明显的这种视觉辨识度的很高 另外它配备了一个比较宽大的侧大板 上车还是比较方便的 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它的轮圈 现在它配备的是一个27550R20的这种20英寸的轮圈 那这个配上公路胎 整个给这个车的气势有一个很好的提升 不过要提醒大家一点 如果未来您想更换越野胎 20英寸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越野轮胎的极限 OK那这个就是这台车整个外部的一个设计 没有什么太多想跟大家说的 因为往那一放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 现在咱们再到车内去看一看 好 今天到车内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整个的设计 还是那种和外部相呼应的 这种经典的越野车造型 然后前仪表台设计的比较窄 但是是一个经典这种对称的T字形 另外就是在很多触手可及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的手枕 包括门板这些地方都使用这种软性材质 整体的工艺还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配置 配备了这种座椅通风加热 然后有驾驶模式的切换 同时也是自动的空调 整个的配置水平并不低 然后使用起来便利性也还OK 只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在操作的时候会稍稍感觉有些变异 因为它整个中控台的距离 坐的比较浅 够的时候就要把手伸着直一点 OK咱们再来聊一下前排座椅 它整个前部座椅给我的这种舒适性感受 也是非常不错的 即便是我这种身材坐上 也能够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包裹性 咱们现在再到后排去看一下 那来到后排 首先咱们体验一下空间 这台车整个的轴距是2800毫米 前排保持我刚才的坐姿 大概能够有一个两拳左右的空间剩余 头部空间大家完全不要担心 毕竟它整车的造型 是有利于这种头部空间发挥的 再来说是它后排的舒适性 首先就是座椅 它虽然说后排座椅不可能设计的像前排一样 那样有包裹性 但是它整个座椅的柔软程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有一点就是它靠背的角度 虽然是可以电控调节的 但是即便是最直立的状态 也是稍稍有些往后仰的 同时它后排的配置也是非常丰富 有座椅加热 然后有独立的靠背的电动调节 同时在右侧还设计了老板件 同时它的整车的豪华感 不管是前排还是后排 还是有一定保证的 这台车整个静态的表现就这样 接下来咱们就把它开起来去感受一下 好 我们现在是开着这台BJ80 正好借着这段公路驾驶 跟大家聊一下它整个公路驾驶的感受 这台车搭载了一个3.0T V6的发动机 匹配的是一个8AT的变速箱 先说动力 这个3.0T V6的发动机 确实能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动力输出 和一个非常良好的动力储备 在你起步阶段 它整个就能输出一个比较强的动力 然后另外 就是当你想在巡航阶段 想在加速超车的时候 它整个的动力也是非常有保证的 而且整个动力输出不管是在核动驾驶模式下 舒适也好 经济也好 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动力保证 在运动模式下 它整个的油门插板会变得更加灵敏 你稍稍踩下油门插板 发动机就能有一个很快的反馈 来给你一个动力的保证 另外 匹配的8AT的变速箱 我觉得整个的调教也是比较聪明的 尤其是在你想在加速超车的时候 它整个的降挡速度会非常非常快 保证你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种动力的输出 同时 在你正常的道路巡航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积极升挡的状态 这样能够保证一个比较好的经济性 咱们再来说一下它的底盘 摘车配备了一个全双横臂 后整体桥的这种悬架 整个也是为了越野取向而生的 但是在公路上开起来 整个悬架对于车身侧向倾斜的意志 包括这种车身的晃动的意志 还都是挺好的 另外就是整个的调教确实也是偏这种越野路 然后会让你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路感 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比较清晰的这种路面的变化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OK的 但是整体来说 它还是稍稍有点偏硬 如果是纯公路开 可能会对舒适性有一点影响 不过它的整个车架会把很多这种细碎的振动给吸收掉 这一点还是挺好的 另外咱们再来说一下 我感觉非常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这台车整个的一个静闭性 因为大家都知道做成这种方盒子以后 这种造型都会影响到整个车的一个风噪 但是这台车在正常七八十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的静闭性表现是非常非常好的 不管是胎噪还是发动机的噪音 还有就是外边的风噪 都不会很多的传到车内影响到车内的一个交流 这一点还是挺好的 OK说一点不好的 唯一让我感觉不太好的就是这台车 第一是它的转向 它的转向有一点模糊 这点我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是一台越野车 这种车型转向指向性稍差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它整个方向盘力距的标顶就和它的小弟BG40很像 它整个方向盘的力距有些沉整个调教会显得有一些重 可能女性开起来就不是很友好了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刹车踏板 整个它刹车的力度 包括它刹车踏板的调教会显得比较灵敏一点 我觉得是有些过于敏感了 因为你轻轻踩下以后 它就能输出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刹车的力度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公路驾驶的时候 轻点一下就会有很重的这种刹车力的输出 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开起来需要习惯一下 确实这个关门声音真的是让人感到很舒适 但是人感到舒适的还不仅这台车 不管是开起来还是坐起来 都能够有一个非常舒服的感受 越能力够强 同时整个的豪华性配置也够高 这台车也确实是一台值得体验的车型 整个之后 感谢观看